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們現在玩旅遊 我是Ema Mabel 我是細伊先生 我們今天想跟大家介紹的旅遊是叫 Hey Yo Hey Yo 就是關於一班rapper 要跟著DJ的beat 就是rap 這個遊戲是適合2至10人玩 而是比8歲以上的玩家玩的 這個遊戲有兩個不同的模式 一個是合作模式 就是比2至5個人的時候去玩的 如果你有4至10個人 你就可以進行對決模式 分兩隊去比賽 不如我們看看這個遊戲有什麼配件 遊戲有兩疊卡 各38張 兩疊卡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這些卡裡面有4種rap的符號 也有4種punchline卡 代表了rap段落的結尾 另外有4塊獎賞版塊 2塊開始版塊 2塊領袖版塊 和一個DJ的擴音器 我們就跟著這個節奏去玩遊戲 如果不用這個DJ擴音器 我們也可以在YouTube裡面 找這個Hey Yo Rhythm Machine 去播音的 最後有一疊分子 還有一支筆 就是給你計分的 最後有一疊分子 還有一支筆 就是給你計分的 我們把4塊獎賞版塊 反轉 隨機開兩塊出來 給今次這個遊戲的時候使用 其餘那兩塊 我們就收起來了 之後我們把卡洗勻 按玩家的人數 平均分牌 假設我們現在是跟細E兩個人玩 你看到我就分了兩疊卡 然後我們把開始的這個版塊 放在遊戲區的中間 之後我們就會在這裏出卡 DJ我們先放在一邊 接著細E是領袖 他就拿了領袖版塊 和先頭我們揭開那兩塊獎賞版塊 之後各玩家在自己的卡裡 拿4張上手 在這個時候我們拿上手的卡 我們是不能看的 要等待我們按進了DJ的音樂 我們才開始看卡 然後我們就由領袖開始 順時針方向地輪流出卡 放在開始箭嘴旁邊 記得每一次出卡 都要是音樂Beat的聲音 我們準備好就開始了 我們出卡之後記得要補卡 遊戲的目的就是希望連接組最多的相同符號 和一個相同符號的punchline 去形成一組的rap 這樣就可以拿分 譬如現在這個藍色欺的符號 它總共有五個是連接著 而都最後是用一個欺的punchline 作結的 所以這一組符號 我們可以拿到六分 同樣耶字這裡 我們也可以拿到五分 但是因為紅色和綠色這兩個符號 是只有一個 也都沒有一個punchline去做作結 所以它們就沒有分了 那有些情況 如果我們有相同符號一連串 但是中間有其他符號斬斷了 但是後面是有punchline的 那這個情況呢 前面這些呢 就沒有得計分了 但是因為一個獨立的punchline 我們都會有一分計的 如果當你錯過了自己的符號斬斷 你就會在下一個符號斬斷了 但是呢 就是有一個懲罰的 就是你要返回第一張卡 那算分的時候 那張卡就不會算的了 當所有卡牌都放出去的時候呢 就由領袖拿兩張獎賞的斑塊 就可以放上去 那就是一個 last punchline 跟著呢 我們就會計算一下 排列出來的卡的總分 那就看一下究竟我們能不能夠 成功的拿到五十分或以上 如果可以呢 我們就會由Level1 第一級升級去Level2第二級了 其實 遊戲一直進行 之後的升級呢 都是要由五十分做一個標準的 但是呢 會是越來越小牌的 越來越小牌呢 就是因為會完成一個Level 我們都會把那個Level編號的卡收走 大家會發現呢 卡牌裡面呢 是有十二張 分別是寫著Level1、2、3、1、2、3 1、2、3層的卡 各四張的 我們會完成一個Level呢 我們就會把那個Level的卡收走 這樣呢 一直呢 進行 直到去Level4的 至於Battle模式呢 其實呢 都是一樣玩法的 但是 是分兩隊 而是鬥多分的 那些 Battle模式之下呢 我們各自一隊 錄回自己顏色的配件 包括那疊卡 領袖版塊 以及那個開始版塊 那呢 那四個的獎賞版塊 我們會隨機 各人拿兩個 這樣呢 我們會聽著同一段接拍 一起進行 最後看看哪個高分一點 就贏出這個比賽了 Heyo這個遊戲 玩起石寧很緊張和刺激 因為呢 你要在一個很小的時間裡 就出到一張卡牌的 所以呢 他很考玩家的反應 和隊員之間的默契和合作 無論人多玩和人少玩都很適合 在派對裡面進行人多一起玩 就更加有趣了 他呢 成功這樣將音樂節奏和卡牌遊戲結合 曾經在2022年的德國藝心菜油展裡 拿了Inno Spill大獎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介紹的遊戲 下次再和大家介紹其他菜油吧 拜拜